第二天的今天是星期三 4月26号 没有想到弟弟今天又来了 他的毅力真的是非常的强 真的是好厉害 突然之间就记起了 曾经看过了一篇 记得人不要懒惰的句子 记得他是这样子写的 人生只有走出来的美丽 永远别给自己的懒惰 招任他 辩解该奋斗的年纪 不要让游戏 成为你玩手机的理由 不要让懒惰成为 我们比别人慢一拍的借口 没有等出来的会完美好的一天开始 就是说什么都不要想 把懒惰收起 收心 然后准备的就去上班 去学习 去忙起来 比什么都好 所以那些天天狠着要努力 一有空呢 又把时间浪费在其他的 不应该要浪费的事情上 然后就让我们自己 毁掉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重度的拖延又不自律的 所以呢 看到弟弟只是14岁就那么的努力又取劳 所以我们真的是千万的不要再懒惰的找接口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较 就让我心自己更加的困难 真的是要坚持下去的自律 好像小姐姐今天是她的家区 然后她的家也是非常的不舒服 她都回来公司 就是要完成一些工作 没有休息 所以又让我立想到另外一个句子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 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然后说其实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 所以我相信有一天小姐姐 或者是这位小弟弟她看到自己 今天的努力 一定是会非常的感激今天的自己 大家就一起来努力吧 加油 永不放弃 加油 最美麗的事情在学习,是没有人能拒绝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